哈喽,你们好,我是美国南卡房产代理郑杰 像在美国买房的时候,首付大概要多少 我今天想讲一个贷款方式叫做传统的贷款方式 英文叫conventional loan 然后这个贷款方式在华人里头是比较常见的 这种贷款方式呢,你可以付20% 如果你付了20%的话,你就不需要交他的一个保险 叫做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如果你是付低于20%的话,是要交这个保险费用的 那这个贷款方式的话,最低是3%的首付 第一次买房,如果你已经有房子的话,最低是5%的首付 那他要求你的信用分至少要620,还有你的DTI不能够超过50% DTI的意思叫做debt to income ratio 就是你的欠债和你收入的这个比重 因为站在银行的角度,他要想说 你现在到底已经欠多少钱了 你要还多少钱,对不对 然后他要再把你到时候加上这个房子贷款也算进去 看看总的不能够超过一个百分比 在这个convention的时候,就不能最多超过50% 所以这个是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对首次买房的你有点帮助 谢谢大家 南卡房产代理政洁 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的电话803-553-6902